2024年3月17日 由国际捷人会世界总会和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 联合主办的盛大活动2024新春交流联欢会圆满举行 国际捷人会是一个非盈利国际性社团 该会宗旨是服务社会促进世界和平 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全球杰出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致力于推动各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此次活动得到了矽谷国际捷人会的大力协办 并获得京城银行、中国信托银行和国泰银行的慷慨赞助 捷人会一直以来致力于附近跨界合作和人才培养 这次活动也是其在社区服务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举措 在这场联欢会上出席人士众多 包括乔教中心的庄亚书主任 经文处副处长、Saratoga市长赵燕 以及Sunnyville前市长 还有Cupertino Union School District Chasteeva女士和Fremont学区委员等众多重要贵宾 他们纷纷发表讲话 分享对此次活动的看法与祝福 大家好 我是赵燕 Saratoga市长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国际节日会 以及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 举办的2024年的春节联欢活动 他们在全世界各地一直都是着重于促进世界和平 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 我也非常高兴来代表我们城市 给他们颁发了一个贺壮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以联谊的活动 能够增加我们彼此之间的会晤的交流 那这两个会呢 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服务的方式 来与同胞、侨胞或者是自负报和的一些会友 能够交换他的会晤的经验 我们主要都是服务社会 不求回报 今天我们是由国际节日会、世界总会 以及世界台湾同乡联谊会 我们联合举办的2024年新春交流联欢会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结合湾区所有的社团的负责人 以及会员们 大家可以在一起 利用还是春节的期间 大家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联谊 也互相的联欢 然后呢 我们呢 希望能给各个人 我们都有互相有点伤机 也可以怎么样的来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华裔的组合社会的官员 也会到场来为我们祝责 主办单位与各位贵宾合影留念 并特别向赞助单位与协伴团体 致以诚挚的感谢 以及向那些为此次活动付出杰出贡献的义工 致以最高的敬意 奖状的颁发仪式 标志者对他们的肯定和感谢 整个活动气氛热闹愉悦 人们品尝美食的同时观赏精彩节目 在欢笑声中 度过了一个与新朋旧友相聚温馨且有意义的周末 这次新春交流联欢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拉近了各界人士的距离 也为社区间的合作与交流 搭建了更多的桥梁 期待未来这样的联欢活动能够继续举办 为社区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共荣 并促进华人社区的发展进步 建立一个更加团结共荣的华人社区 本次新闻由优势记者Ember现场采访报道